你好 欢迎收看6月8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陈彦汝 为了增强暂时所发生的灾害应变能力 花莲县府在8号举办了112年 全民防卫动员际灾害防救演习 而首次以战灾应变为主轴 跨部会联合实施推演 希望能在乌尔战争的借鉴之下 让县府各局处提前做足了应变准备 因应国际情势 华联县政府首度针对战争发生 结合复合型灾害应变作为想定背景 在8号举办了112年 全民防卫动员际灾害防救演习 邀集县府各局处 华联市公所中央驻地方机关 跨东防卫指挥部及华联县后备指挥部等单位 以战灾应变为主轴 跨部会进行演练 那今年有别于以往的就是说 以往他是从这个灾害 那在逐次的提升为复合式的灾情 那到了今年他整个的想定是以战灾为主 那以战灾为主 那再结合一个天然的灾害 那这个主要就是在验证整个地方政府 他在灾害应变的机制 然后整合军工民营的各项的灾害救援的能量 对因为这次跟以往不一样的就是有多那个飞弹来 就是飞弹防空警报 因为飞弹来一起导致大偶倒塌 然后一开始报案有民众受困在里面 那所以我们就是先利用搜救权去确定有生还者 然后我们再用科技的仪器去做确认 然后确认完之后再去做后续的一些像是破坏啊 杨雨薛切割的救援动作这样 希望未来不要有我们灾害型的一些天灾发生后 但是我们希望防防未然 那也希望说公所的人员平时我们家警的一个练习后 那真的有需要用到的时候才能派上用场 另外社会处也在美轮国中进行逼争的暂时收容救济演练 希望能在无二战争的借鉴之下 让县府各局处提前做足应变准备 记者徐立琴 华联系报道